上一回咱们说到 李修园辗转来到了灵影寺 亮呛着上前敲响了寺门 一个和尚开了门 李修园说 我要出家 他也确实一心向佛 别无他求 可出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庙里也不是什么人都收 一个满脸横入的和尚 没豪气地往外撵他 李修园跪倒在地 求胖和尚收了他 梁香这么一争强 就惊动了路过的寺中方丈 胖和尚是个尖寺 一见方丈来了 收起了横模样 一脸堆笑地跟方丈解释 方丈看了一眼 李修园就是一惊 他是九世比丘僧 看出了李修园 正是降龙罗汉转世 可李修园未被点化 他自己不知道 方丈伸出手来 在他头顶拍了三掌 打开了他的天门 刹那间 李修园呆立在那不动 旁边的和尚 都以为是方丈下手太重 给打出毛病 片刻之后 李修园开始无故发笑 笑声逐渐颠阔 肩色僧广亮一看 这完了肯定是让方丈给拍杀了 要是方丈摊了官司 那方丈一直可就落在他的头上了 他在那乡美事呢 方丈让他带李修园去替动 并赐法号道计 从此以后 世间可就再没礼修园了 只有灵隐寺中 多了这么一个颠和尚 他既不敲钟 也不礼佛 整日胡吃闷睡 如此过了数年 道计和尚的到来 最看他不顺眼的 就属尖四僧广亮 他每月会向大小僧人收钱 可道计来了之后 他这钱就收不上来了 寺中僧人全都怀疑 藏匿的钱财 是让这道计偷走了 虽然失了钱财 可要是能以此为理由 把道计和尚逐出四去 广亮还是很愿意的 他不光是私收奉钱 还攒了两年 为自己做了一件上乘的袈裟 盘算着有朝一日 也能光明正大地穿出去 每次拿出来 也是偷偷地穿一穿 生怕被方丈知道了 自广亮和尚下了令之后 这道计和尚走到哪 都会有人盯着 那一日 他摇摇晃晃地去了后院 从怀中掏出一个包袱 瞧了瞧 四下无人 就在树底下挖了个坑 给埋了起来 肚子饿了 想到大殿看看 有什么供品可以吃 刚走到殿门口 就听见里面有人在祈福 还是个孝子 孝子败了又败 走出了殿门 被道计和尚拦住了 说是要送他一身袈裟 可以当不少的钱 治病抓药应该是够了 那不用说 那袈裟自然是广亮 藏在柜子里的那一件 道计正想着 广亮不见了袈裟的样子 前面广亮一幅气势 汹汹地走了过来 广亮大声质问他 是不是偷了四里僧人的钱财 道计反问道 出家人四大皆空 你们丢失的财物是哪里来的 莫不是客扣的香火钱吧 这一问 问得广亮哑口无言 方长见此 就让广亮拿出道计 偷盗的证据来 广亮便带着方长 前往道计盒上 埋东西的地方 等到了地方 道计显得有些慌张 这让广亮胸有成主 他亲自蹲下身去刨了起来 方长即便偏袒道计 可真要向广亮说的 他偷拿别人财物 在这寺中就难留他了 广亮挖着挖着 大叫一声 那坑里埋的可不是什么财物 而是一坨石 道计以此来惩治广亮等人 客扣香火钱 方长也让广亮回去自省 广亮洗漱干净回到房中 这个起啊 真是偷鸡不成十把米啊 为了缓和一下心情 他想拿出袈裟串一串 可柜子打开 袈裟却不见了 全寺上下都听见了 广亮撕心裂肺的叫嚎 他又告到方长那里 可又不能明说 自己丢了什么东西 只气得哇哇大哭 一口气没倒上来 晕死了过去 方长命人把他抬回房中休息 又嘱咐道计和尚 让他下山暂避 道计身居一躬 转身而去 除了林隐寺 也再没人叫他道计和尚 这世上却多了一个扶贫济困的滇僧 没人和尚 八颗 有个人 他就 Hallelujah 那� reminder